1月15号 第三届两岸剧本创投平台 决选结果在台北揭晓 两名台湾作者王沐天 许洪卫的作品 《儿力告别》和《抢劫鲜奶油》的大叔们获奖 获奖作品《儿力告别》的作者王沐天 受访时难掩兴奋 他的剧本写的是一个青年 死后穿越回到人间的故事 主题聚焦亲情与生命 王沐天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向大陆 我相信这样的情感是部分地区 就是每个人他都面对他的人生 面对他的亲子的这个 然后面对他的人生里面的遗憾 那他可以把我们回顾过去 可是我们并没办法改变过去 可是我们可以把希望放在未来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刘亮佐表示 希望通过两岸剧本创作平台 帮助对戏剧有热情 有理想的年轻人实现梦想 在与市场对接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地从500支故事 到教他们怎么写剧本 那刚刚到教他们怎么写剧本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老师 会随时跟他们做沟通 那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自己的作品 能够跟大陆的一些 制作公司合作 我觉得兴趣越来越高 而且我觉得 慢慢对于自己 在创作这条路上的未来 是更清晰的 今年获奖的两件作品 分别获得台湾果陀剧场 与大陆饶小智导演工作时青睐 获奖作品除了可获得30万新台币的版权金外 未来也将进入舞台与影视剧的制作实践 已经慢慢地过了这种明星带流量 但是就是重视流量 不重视文本 现在慢慢地越来越重视文本 就是这个剧本还是一剧之本 你不管是舞台剧还是电影 电视剧 它这个剧本现在是很重要的 所以所有的我认识的所有的机构都在去找剧本 据悉两岸剧本创投平台创立于2017年 吸引了两岸众多戏剧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参与 平均每届接受近200件作品参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